歌詞 將音樂 換聲 聽歌的時候 很多事觸動心靈 引起共鳴的 往往就是那幾句 入心入肺的歌詞 歌詞的世界其實很大 詞中密 詞中有密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 歡迎大家收聽詞中密的一個特別版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阿寶 今天講的話題有點特別 我應該會得罪不少的人 由於我的政治立場 和我電台的政治立場是不同的 所以這一集不方便在電台播放 只能在我個人小小的YouTube頻道播放給大家聽 由於國安法可以說是勢在必行 所以我怕如果現在不講的話 將來沒什麼機會 甚至過多十年八年 可能香港人連YouTube都不可以上要翻牆 所以趁還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希望把握一下 平時我這個音樂節目 都盡量去避免說一些政治的話題 但是填詞人畢竟都是性情中人 很多時無可避免的 他們都會說一些社會上的議題 既然就對了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我覺得實在有一個值得去討論的理由 今天是2020年6月4日 距離八九年六四的一個歷史事件 已經是31年了 對我這一代的人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挺大的心結 不是因為八九年六四的民運事件 我當年也不會被父母逼我來美國 當年一個政治事件 演變到今時今日 有很多個不同的版本 件事簡單的說 就是一班學生 學習了一些關於西方的民主之後 就想通過絕食和抗議 去爭取跟當時的中共政權對話 當時的學生是和平集會的 而香港也都叫做民運 即爭取民主的運動 而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 當然會被這種爭取民主的聲音 去挑戰他們的權威 拉據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很多北京的人民 也都去聲援這些學生 政府見到這些民主的思想 開始蔓延 就定性了這些動亂 然後派兵鎮壓 手無寸鐵的人民 也都群起反抗 結果暴力升級 在89年6月4日 政府出兵鎮壓 天安門死了很多人 中共是不會被人挑戰他的政權 要不然就叫做顛覆國家 但這件事對當時全世界的華人都非常震撼 而香港 尤其是藝能界 也都有很大的反響 也都寫了很多的歌 去講這件事 有人譴責當時的掌權者的做法 有人諷刺當時的中共政權不被人出聲 而有更多的就是悼念當時的死難者 惋惜他們的命運 當然這個倉疤 中共一直都很努力地去改寫 要不是就講一些 運水摸魚那些少數的暴徒 在那裡消殺搶掠 明明公安都搞得好 他們又會出軍隊 又或者學生被外國勢力煽動 影響洗腦 其實當時的中國貪污嚴重 市民敢怒不敢言 一些學生讀多些書 被西方的文化影響到 有多奇怪呢? 就當是追逐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有什麼錯呢? 至於死嗎? 總之什麼都推到外國勢力 而三十多歲以下的小粉紅 大部分都是中國改革發展的一些既得利益者 他們今時生活得很幸福 當然是因為這幾十年中共的領導有方 所以難怪他們有死心塔地的愛國情操 甚至覺得當年是因為有人造反 有人叛亂所以是鎮壓有利的 但老實說當年呢 最多的平民都是得氣油彈的 怎麼跟你彈黑和大炮打呢? 甚至有些版本說 六四沒有死過的人 那些相片啊影片啊 全部都是假的 是外國人造出來的 甚至有人說 六四沒有存在過 我自己作為一個平面設計師 一個行內人 那些相片是真還是假 我當然分得出 況且是一個從來不會認錯的政權 也都只有他們說沒有人說的政權 他們說的真相 是不是真的值得相信呢? 不過隨著時間的過去呢 大家都只會選擇相信自己想相信的東西 有不少人 甚至是一些 唱過這些六四的歌曲的歌手呢 都改變了立場 就莫說話 有些譬如當年譴責過中共的 我們的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啊 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曾蔭權啊 無可否認 十年何東 十年何西 此一時彼一時 我明白的 中國也不再是以前的中國 當年六四那件事的中共領導人 基本上已經全部都不在了 經濟發展那麼強盛呢? 也都令到很多人真的覺得中國是不需要有民主的 當年爭取過民主自由的人呢 在他們眼中反而變成傻瓜 至於香港那邊 這二十幾三十年 香港很多的年輕人都轉了本土的主義 他們已經不再care什麼是六四 而因為中港矛盾日漸加劇的緣故呢 這一批本土派的年輕人呢 甚至要覺得在天安門死了那麼多中國人又怎樣呢 關他們什麼事呢? 現在自己都搞不定 所以對我們這些對中國人 還抱有感情的所謂大中華膠呢 我們紀念六四對他們來說是幾無聊的 無論三十年前的事情是怎樣都好 今時今日已經演變成很多不同的立場 也都有一些人莫不關心 而我自己也都尊重任何的政治立場 也都會捍衛大家表達自己立場的權利 況且我這個不是政治節目 我今天想說的 就是這三十年來 數一些在香港音樂人 為了六四而寫的一些歌 無論六四誰是誰非都好 這一個呢都是一個真的存在過的歷史事件 而這些的歌和甚至我這一集的節目呢 都是一個證明 再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希望可以流傳下去 那這些講六四的歌呢 其實比我想像中多的 這一集其實就不可能播得完 所以就唯有選一些來播了 首先要播的是很大陣仗的一首叫做為自由的歌 不過作曲作詞的是盧冠廷和唐書森兩夫妻 在未到六四之前呢 他們一班群星去支持學運 當年5月23號 在EMI錄音室冠錄 幾乎聚集了全部香港的歌手 完成之後 由蔣志光和RADUS的前成員黃耀光 親手送到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交給學生的代表 並且即場播放 去表達對民主自由的支持 也都成為了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播放的廣東歌 這首歌曾經在1989年5月 登上過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一位 而在5月27號的時候 香港飽馬地馬場呢 也都舉辦了一個叫做民主歌聲獻中華的音樂會 當時的詩儀是曾志偉、岑建勳、陳欣健和黃瞻 當時出席的演藝界人士呢 是超過200個人 在跑馬地馬場舉行了12個小時的演唱會 20萬的市民入場參加 高唱一些愛國的歌曲 民主的歌聲響設了整個馬場 12個小時的馬拉松音樂會 總共籌得1300萬的港幣 全部都用來支持北京的民運 這班的演藝界人士呢 其實都有個list 30年之後的確大家各有立場 看回都挺有趣 當時這麼意粉填空的一班演藝人呢 我打算逐個讀出來 都要讀整3分鐘的 如果大家想skip了這一段都可以 這個名單就包括了 汪明荃、曠美雲、成龍、張明敏、侯德健、崔健、盧冠廷、羅文、梅艷芳、邓麗君、陳百強、沈殿霞、董彪、余以下、袁彪、成灰安、岳華、達明一派的黃耀明和劉爾達、葉德閒、周潤發、劉天蘭、軟硬天師、Beyond、謝玲、 林健明、黃禎、徐小明、肥媽、Maria Codero、白韻琴、陳百祥、周華健、劉德華、譚詠麟、鍾鎮圖、李克勤、張學友、羅美媚、羅家良、梁思浩、歐瑞強、吳宇森、張萬玉、何守信、印尼、葉震堂、葉麗儀、關正傑、芬妮、林文聰、林敏儀、王傑、夏季妃、夏季妃、 曹星、杜麗莎、草猛、周啟生、郭小林、呂芳、杜德偉、林億年、葉善文、陳潔寧、張偉健、 苗翔偉、黃錦申、趙雅芝、周慧敏、余安安、黃日華、斥美真、阮兆祥、關淑儀、太極、蔣智光、許智安、倫永諒、鄭欣怡、潘迪華、靜亭、崔平、張露、高小紅、華華、龍劍生、梅雪師、阮兆輝、仙道拉、 周啟生、周啟生、張國強、朱剛、劉兆銘、秦配、蔡豐華、黃海勤、李麗珍、齊秦、黃逸、蘇永康、姜浩文、劉松仁、黎燕山、周海薇、 吳代容、溫碧霞、林志美、黃幸秀、郭秀雲、鄭敬基、張立基、江欣燕、徐一勤、董偉、錢小豪、莫少聰、吳遠芳、 Blue Jeans、李健達、蔡立兒、文佩玲、蔡國權、呂山、蘇山、王寶欣、胡慧康、王淑儀、吳國經、林利、顏福偉、Echo、 劉石銘、張耀陽、黃光亮、余文詩、陳德章、魏進同學會、夏宇、吳孟達、鄧英文、戴智偉、廖啟智等 還有譚耀文、恩楚善、林楚琦、香港足球隊、陳美玲、魏以清、陳雅倫、柏安妮、李隆基、李承昌、鍾淑衛、吳香倫、 人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想法其實都很正常 有些人就貫徹初衷、有些人就改變了立場 有些人就不再出聲 由於整個活動是有梅艷芳號召那麼多人出力的 所以亦都不排除他們當時給面梅艷芳 而當時由於六四還未到 學生和支持他們的北京人民 基本上都是比較和平的 而這班香港演藝人 可能亦都沒想過會有什麼大事發生 僅僅是想聲援這班學生的為自由、為民主的理想 所以就走出來 更加不會顧慮什麼秋後算帳 當時不單是這班演藝人 就算是我們以前的梁振英特首曾蔭權 亦都是很熱血的 Anyway 就帶給大家曾志偉做詩儀的民主歌星 憲宗華那個現場的版本 由作曲的盧冠廷領唱 好了 到現在的時刻 我們再講一講 今天大家來到現場的宗旨 我們都是衛生我治 衛自由是不是 我們再一次唱衛自由好不好 好 請大家 我們需要人領唱 洛洛 來來來來 洛洛 來來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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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 其實我覺得政治就沒有說分對還是錯 只有你站在哪一邊 你站在什麼立場 看的東西自自然就是不同的了 西方式的民主 是不是適合當時的中國呢? 其實當我長大之後也有一些疑問 但是是不是一有一些要求民主 要求有人權的思想盟牙的時候 一個政權就要用血腥去鎮壓這件事呢? 我當然是反對的 好像我這樣的人也不是少數 當時也有很多人是基於這個原因 所以在情緒上有很大的激動 大家走出來去聲援這個學運 其實六四的歌或者叫民運歌曲 也有很多國語的歌 或者是大陸本身的歌 譬如有血染的風彩 吹劍的最後一槍 或者台灣的龍的傳人等等 這些歌都是 即是未發生那件事之前就已經作的了 但是呢 在六四的時候就拿來唱 甚至在天安門廣場都有拿出來唱 而也有很多歌呢 是在那個運動的時候呢 就是作出來的 表達的是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和對學運的支持 譬如剛才播的《為自由》 和台灣群星所唱的《歷史的傷口》等等 我這個詞中物就主要集中在香港的歌 六四的歌 都盡量說回廣東話的 即是粵語歌 即是香港人作的歌 剛才所說的民主歌聲獻中華 除了在香港和台灣之外 亦都在海外的巡迴 去二演支持中國學生的民主運動 梅艷芳呢 亦都邀請了作曲家倫永良 田馳家潘偉媛 去寫了一首關於六四的作品 叫做《四海一心》 亦都在她的巡迴二演演唱 梅姐呢 亦都可以說是香港女兒 當時她的號召力非常之驚人 而她唱這首《四海一心》的時候 亦都有很強的感染力 在這裡我先播一播 她在現場唱的時候說的一番說話 然後呢 就替換一個比較清晰的錄音室版 給大家去欣賞 各位多人多的朋友 你們好 隔了一段時間沒見你們了 啊 美嘉巡迴表演呢 其實我都唱過無數次 但今次的形式呢 似乎有點特別 以往我來的時候 通常都是帶了很多燈啊 燈光啊 設計過的舞台啊 很華麗的衣服啊 但今次我完全沒有 啊 沒有了一些壞女孩的樣子啊 妖女裝束啊 就得了一副殘相 但是呢 我相信 我有一火熱情的心 真摯的心 我所有做的事 都會得到你們的諒解 就算不好的話 你們都會原諒 是嗎 我們今次所有來的藝人呢 大家都很辛苦 正如羅大友剛才說的 我們真的飛很多的時間 有很多時間是不停地 唱完一站就走一站 有兩個字形容 我們這班藝人 非常之貼切 就叫做 燦爛 你們不要以為很漂亮啊 不要拍手掌著 是又殘又爛的意思 其實呢 只要我們做到這次的後果出來 我們是不計較所有的事情 曾經有人問過我們 你不擔心 你將來會被人算帳 秋後算帳 我說 我為什麼害怕啊 我就是兵而已 勇志當頭衝啊 但是那些軍師呢 例如那些 《三條毛毛》那些 陳建勳他們比較害怕 但是說起陳建勳呢 最近在香港呢 就是一個故事 因為陳建勳呢 實在太令這個香港人 受到愛大了 很多人呢 為了紀念他 不是紀念他還沒死 就是為了 整天想看著他的樣子 但是沒有可能 把照片放在那裡 因為他還沒死 於是乎 有一種寵物 就非常之流行起來了 那種就叫做 獅子狗 好了 言歸正傳 我覺得這次我來表演呢 最重要是大家呢 就抱著心情 千萬不要消極 我們必須要積極 而且我現在擔心呢 只是說 我沒有機會 回到中國 國內表演給大家看 給我們同胞看 或者 也有一天 我推出了幕前之後 這個民主自由都還未成功 但是我相信 在不久的將來 一定會成功 只要我們有信心的話 我希望有一天 我在中國大陸唱入的時候 我們可以帶著 民主歌聲獻中華 所有的歌手去唱 我們可以自由地唱 這個是我最終的心願 無論我明天不唱幕前也好 即是已經不做幕前也好 我必須會參加這件事 以下下來這首歌呢 就是在去年 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時候 我特地叫了一位作曲家 為我寫這首歌 希望在我們的歌聲 會傳遍到 中國裏面 落內的同胞聽 這首叫做 四海一心 可能你的歌比較深一點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會聽到這首歌 謝謝 我和你搖隔幾千里 血淚卻共有這刻記 永遠共分享同鼻 要奮勇投向這真理 要決意達到這稀奇 靈勇敢犧牲自己 協力維護你 協力維護你 水分千千里 而四海一生 天生抱捨上 新的人記 哪個夏夢著風吹雪飛 誰要牽上一切去達成 誰要牽上一切去達成 名一珍是你 要奮勇投向這真理 要缺已达到这稀奇 灵勇敢牺牲自己 却力维护你 水分千千里 而四海一山 见深谱写上新的日期 哪个怕无着风吹雪飞 谁要牵上一切去达成 明日真是你 水分千千里 而四海一山 天真谱写上新的日期 哪个怕无着风吹雪飞 谁要牵上一切去达成 明日真是你 六世发生之后 到现在超过三十年 由当初盧冠廷和唐书森写的《慧自由》 到2014年 吳乐成和王伟文写给郑安琪唱的《嘉明》 去年六四三十周年达明一派 和林直合作的一首《回忆有罪》 这三十年来 写过六四歌曲的填词人 都真的有不少 在六四之后 盧冠廷制作了一首《1989》的专辑 里面的歌都和六四有关 七黑章《不再面对》 是这一张唱片中最有名的一首 是由刘卓辉填词的 其中两句是这样的 而另一首《七黑章不再面对》 而另一首《七黑章不再面对》 也是用来纪念六四的《烈士》 是唐书森所填词 两首《奴冠廷》的歌 我选了《七黑章不再面对》 《愿你熟睡》 但你是否不再适要 你的眼泪 你的眼泪 难道明天不想看破illos 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体 犧牲的竟要折底 愿你熟悉 愿你熟悉 但你年轻 不再欢笑 你的勇气 你的勇气 无奈从今 不过再卖笑 为你要再抱与众找到真是 牺牲的敬要之底 天月月 几多的心里 还在落泪 心永半醉 无人能忘掉你再远方 如今夜点 情安适应大着灵魂必退 这花 敲开孤雷 七盒将不再面对 如今夜点 情安适应大着灵魂必退 这花 敲开孤雷 七盒将不再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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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月月 几多的心里 还在落泪 天月月 几多的心里 还在落泪 这花 敲开孤雷 七盒将不再面对 如今夜点 情安适应大着灵魂必退 这花 敲开孤雷 七盒将不再面对 这花 敲开孤雷 七盒将不再面对 有很多这些事情而痛心 当时他写的歌 其中有一首也很有名 由林慕德作曲 劉畅辉填詞 而夏兆星主唱的 叫做 妈妈我没有做错 写得既直接 又感人 亦令人听到心痛 到了今时今日 无论是《佔中》或《反送中》 都曾经有人引用过这首 热血得利好伤感的歌 再次难的别离 妈妈 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 多少愕梦你不想 你不敢去路吗 妈妈 若我愿去你将我忘记吧 风吹雨下我不想 我不想再懦弱 妈妈我没有过错 妈妈我没有过错 一起继续我与你 不死的勇气 妈妈我没有过错 妈妈我没有过错 一起继续我与你 不死的勇气 妈妈 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 多少愕梦你不想 你不敢去路吗 妈妈 若我愿去你将我忘记吧 风吹雨下我不想 我不想再懦弱 他可以继终 一起继续我与你 不死的勇气 妈妈我没有过错 妈妈我没有过错 一起继续我与你 不死的勇气 妈妈我没有过错 妈妈我没有过错 一起继续我与你 不死的勇气 风里仍你猛狠空气 春雨仍流泪变暴土地 多么盼望有一天 有一天 世界永远有美 刘卓辉有预用Beyond填词人之称 除了刚才他作给盧冠亭和夏韶星的两首之外 他亦为了Beyond寫过这些歌曲 十几首他帮Beyond作的歌曲里面 有两首就已经是说六四了 而且两首都相当出名 首先第一首就是《长城》 王家驱作的曲 王家驱主唱 首歌是主打 亦都被认为是风刺六四事件 在大陆亦都曾经被禁播 歌词里面写的 《遗着事实的真相》 被认为是指中国内地的掌权者 掩饰六四屠城的真相 《遗着欲望与理想 叫阳》 被认为是指内地学生民主的富豪 《患有作天的战场》 被认为是指天安门广场 《谁却金心榴莲赛相》 《谁要一生流离浪荡》 被认为是指流亡海外的学生 《副歌》里面写着的 《蒙着以朵》 《哪里哪天不再听到再富豪的人》 《蒙着眼睛 再见往色景仰的那样一度疤痕》 被认为是表达中共封锁六四屠城的真相 《长城》在中国虽然是坚固的历史围墙建筑 却又偏偏是中国数百年来封闭的象征 《封锁六四屠城》在中国虽然是坚固的历史围墙建筑 《封锁六四屠城》在中国虽然是坚固的历史围墙建筑 《封锁九八竹城》在中国虽然是坚固的历史围墙建筑 《旁锁六四屠城》在中国虽然是坚固的历史围墙建筑 那里那天不再听到在乎虹的人 梦着眼睛 相见往事景仰的那样一度不幸 留在你胳头上 梦着眼睛 梦着眼睛 那里那天不再听到在乎虹的人 梦着眼睛 再见往事景仰的那样一度不幸 留在你胳头上 梦着眼睛 梦着眼睛 那里那天不再听到在乎虹的人 梦着眼睛 再见往事景仰的那样一度不幸 梦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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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里面的那一句 可否不要往后再倒退 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往后倒退 如果大家不留意歌词 可能真的以为这首歌 只是讲黑社会 讲古惑仔 其实无论曲还是词 都是透露了一种很深刻的无奈 梦着眼睛 突然声音乐 但背影《童链当 verbal时钟》 在美女人的美的rau 只留在眼睛 也就是空梦着眼睛 不在眼睛 才对我哭 人真的和慰神 在美女人的梦着眼睛 在美女人的乎虛 ante美女人的无奈 逼不得你唱下去的歌语 还有多少心碎 可我不要往后再倒退 让我扮起去人类 慢慢的双手 无梦在期望 三分在崎嶇 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对 三分谈吹 在某天你会认罪 三分谈吹 最留下来 百八的双手 无梦在期望 三分在崎嶇 但背影伴你疲累相对 三分谈吹 三分谈吹 在某天你会认罪 三分谈吹 在某天你会认罪 让我可再留下 三分谈吹 其实今次做这一集的六四歌曲 也很方便 因为可以在维基上找到这些歌曲的出处 以及他们的意义 非常感谢他们这么努力地整理好 除了刚才提过的一些填词人 譬如唐书森 刘卓晓 刘卓晓 刘卫 刘卫 亦有很多殭尺人 碰过这个题材 其中一位是池坦忠诗 盧国尖 將將《將軍令》的曲調寫了一首《劑好漢》 本來這首曲的歌詞有齊共記起者斷情,劑好漢,眾多好漢子,有請到現場 但被性別平權主義者認為男性色彩過重,畢竟當中有很多爭取民主自由的女性 所以支聯會將歌詞修改為《齊共記起者斷情,代超說,眾多烈士,快請到現場》 而歌名亦被修改為《濟英烈》 除了盧國尖之外,另一位填詞大師林鎮強亦寫過 他寫過夏曉星的一首歌《你喚醒我的靈魂》,亦是來自1989年的大碟 是當時夏曉星為了響應《民運》而出版的一首碟 當時這首歌倒出了香港人的心聲,歌詞寫著 我從前根本懶想,從沒關心故鄉,為求偷生與安場 你明知可重傷,仍空襟對槍,寧死都要堅強,只為民主飄揚 林鎮強除了寫了這一首之外,亦寫了一首更加出名,更加隱悔的歌 首歌叫《你知我知》,是我們的譚校長譚詠倫所唱的 今時今日他的政治立場不停被批評 但當時在民主歌聲獻中華,他都很積極 據聞他甚至大喊過《打倒李鵬》 如果遲下《國安法》通過的話,說這些打倒哪個共產黨的高層的話 基本上就是煽動國家顛覆罪 所以譚明倫也曾經熱血過 這首歌林鎮強直接用一個提問的詞組去對中共政權的咆哮 其中最明顯的一句就是 若是問我可否將所上的封鎖 就像問我絲根可否包一堆火 其實這首歌林鎮強寫得很刁鑽 有很多《你知我知》大家心照的對話 今時今日還有人會借用 奇情還是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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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知 為 bıh раз的封鎖 若是問我可否將所上的封鎖 就像問它師根可否包一堆火 奇情形 !*%&&&&&& ро &&&&& JK 今度比綴壽 當決此 然後又求美麓 還是祝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心灵 南南南南南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心灵 南南南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心灵 南南南南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可否爆一堆麵 旗成型 на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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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我知 莫州与业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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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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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我知 我三рат Singing 其實除了之前播過的 BEYOND 之外 達明一派的黃耀明和劉爾達 可以說是最堅持本心、最堅持初中的樂隊 30年來基本上沒什麼改變過 由1989年寫歌到2019年仍然是寫這些歌 30年前是由周耀輝填詞的天文 達明在六四之後推出了大碟叫神經 主打歌天文就完全無忌諱地諷刺中國人 傳統倫理的家長權威性 去反映中共的專權高壓 最後一句就是天不容文 歌曲以好囂張的天空火焰壓迫人民作比喻 大地眾生害怕得靜默無說話 生活在黃控之下從而引起反抗 要用火蝕射下來 也有人直此上位偷仙丹飛天 而月公安守青天 這句就更加不言而喻地說明這場風波 到頭來挑戰權威是不容許的 眾願天,天不容文 嘆眾生,生不容文 悲哀的中國人 千秋的咒座何時作霸 方可以邁向民主呢? 描迫聯繫的孔 哀悲天空的火焰下 大陸正抹沫無說話 中文靜空虛 封寒起紫色的煙窩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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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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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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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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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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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